我一定要把它卡上了 看那霍比多真剪厨子说 这是咱们淬源四个人 七七二 其中还有10%的服务费 原汁鲍鱼粉丝宝168 123456 我以前说过鲍鱼没有味道 它是跟什么东西在一起 它就有什么味道 但是他们家这个 我不知道人家师傅怎么做的 简简单单的咸鲜烤 然后带了一点鸡汤的味道 而且鲍鱼的口感让你一进嘴一浇湿脆脆 这个口感和我之前吃的都不一样 来一口粉丝吧 闻着一种很浓的海鲜的味道 咸鲜的口很香 这门师傅炒的时候锅气很足 我根本不懂他说什么什么叫锅气 我说什么 他端起面问我 炒菜的那种香味 锅得气 是不是应该有锅气 王婆点点头 我一回头 王婆居然在冲我笑 享受 这个海鲜的味道是什么呢 说实话我没吃出来 它这味道很融合呢 在这个粉丝里边 挺好吃 真的很好吃 乳猪双皮160 乳猪也先刀块皮 可以可以可以 再来一块儿蘸点汁 这再来块肉 好 这个乳猪皮薄薄的 非常脆 里边肉呢 有一点点棉 还有那么一点点发干 口感不错 皮好吃还是肉好吃 肯定皮 肯定皮 如果吃肉的当多少皮了 皮比肉好吃 当然皮比肉好吃 我看我挑块儿肥的 这个叉烧肉的口感有弹性 上回来吃谁家的 我说他那个 鸡尼娟 就是鸡尼娟 鸡尼娟 它那个肉烤得很干 很硬 它这个叉烧的味道呢 甜和咸并不重 没有你想象 中国叉烧那么死甜死甜的 外层蜜似的那个口 那个味道 没到那种程度 叉烧挺好吃的 脆皮牛腾白110磅 它这是牛腩很厚的一个位置 切成大成条 炖熟炖烂以后 挂成一个脆皮的糊液 炸炸一切 给配了两个酱 我没吃辣椒油 吃了一个酸甜的汁 说实话 牛腩里面没什么味 配上酸甜的汁呢 也没太大的味道 口感 还有牛肉的味道 都很好 我不太喜欢 它那个酸甜的汁 可能给我配个别的汁 我就很喜欢了 黑椒汁 配个黑椒汁 黑椒汁 黑椒汁也行 香草新西兰羊胺 168 芥末汁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芥末汁 芥末汁 芥末汁它调微酸带甜 羊排呢 迷迪香的味很臭 我还能吃出一点点的 好像是蒜味 羊排这个肉的质感非常好 羊肉的鸡肉香味很细 非常细 羊排不错 但是我觉得你们好多人 可能就没法接受这么冲的 这个芥末汁香的味道了 这个菜做法是很稀释 非常稀采的一个菜了 101香果拿破仑 88块钱 我一定要把它咔嚓了 拿破仑 你说我拿筷子吃拿破仑 是不是有点漏气 不讲究了 拿筷子吃甜食的 好酥 我尝一口 在这里边给的是什么 还是传统的那个黄油 打的那个 然后里边加的糖 不甜 但你能尝到淡淡的甜味吧 只是为了掩盖的那个黄油的 腻 而加的那一点点糖 不错 然后酥皮呢 酥不用说了 而且非常香 挺好吃的 88块钱 这么大一个拿破仑 真的不错 总结啊 先说味道 非常符合我一个北方人的味道 肯定是改良过的了 炒菜很好吃 然后做菜很秀气 这顿饭700多 正常点菜 我们今儿四个人 是肯定不够吃的 今天我点菜少 猜猜为什么 因为商务真的很商务 点菜优着点 他们家 你要放开吃 人均300以上